现在我来介绍平面方程式的求法 那么各位同学要知道 平面方程式是在三度空间里面 是一个一次的 也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函数的状况 那么我们的话呢 来介绍一下它的算法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的是 平面方程式的话呢 可以怎么样的构成呢 它可以以一个点 一个法向量 这个叫做法向量 什么叫法向量呢 法向量就是这个向量垂直这个整个平面 那么我们用一个例子来 各位同学教同学怎么样计算 来我们假设这个点 有一个平面 它过点叫做好 二 负一 三 就是一个坐标 那么法向量的话呢 它的是垂直这个整个平面 那么法向量的话呢 我们假设它是 向量我们用尖头的来表示 我们假设是 好了 随便举一个例子 一 二 三 那么这个平面方程式就完全被决定了 那么做法是怎么做呢 我们来告诉各位同学观念 好 现在的话呢 这是一个平面 平面上面每一个点 我们都称为XYZ好了 来各位同学想一想 我们的话呢 这个XYZ到这个固定的点 这个向量是不是永远是垂直的 不管它是哪一点 到它都是垂直的 于是的话呢 我们怎么写呢 来我们来写一下啊 这个是法向量 一 二 三 我们要使用的是内积的观念 内积 DOT 因为这个的连线的向量 跟它是垂直的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这么写了 这是X减2 这是Y减掉负1 那就是Y加1 再来呢 Z减3 Z减3 我们要让它等于0 好 我们的话呢 继续写下去 我们来计算 这是一个内积 所以我们是头乘头 中乘中 尾乘尾 于是的话呢 是X减2 好 我们的话呢 刮胡起来 这是头乘头 然后加上2乘上Y加1 再加上3乘上Z减3 这个会等于0 那么我们把它化减一下 就可以得到这个平面方程式了 我们来讨论另外一种状况 平面 一个平面可以由三个点来决定 那么的话呢 我们的话 假设我们知道了三个点的坐标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就算出了平面方程式呢 是可以的 那我们要做法的话呢 是一定要把它的法向量找出来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这边有三个点 好 我们把坐标的话呢 就随便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边的话呢 坐标的话呢 假设叫做 好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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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坐标叫做 一 二 三 这个坐标叫做 七 一 二 好了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我们知道了三个坐标 我们要如何去 写出这个 平面方程式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制作一个向量 好 我们从这边到这边来 我们找出了这个向量 还有呢 再找出这个向量 经过一个 cross的一个过程 所谓cross就是所谓的 公垂向量 公垂向量的话呢 它的方向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法向量 我们cross一下 那么我们的法向量 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先把第一个向量先写出来 第一个向量 假设叫做 我们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u好了 那么u向量怎么写 后面减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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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用的这个例子 是比较简单的例子 那1减0 2减0 3减0 所以u向量 是123 那么这边的话的名字 我们假设叫做v向量好了 那么v向量怎么写呢 当然一样也是后面减前面 好 7减0是7 1 1 2 下面的做法怎么做呢 下面的做法就是要做一个外积 cross 这边的话呢 叫做 我们现在的话呢 如果是上面 对着上面 那么我们就是v cross u 如果说是下面的话呢 u cross v的话呢 就下面去了 那么我们就算一个v cross u好了 让这个立体的话呢 我们的方向的话呢 是一致的 好 我们算一下 v cross u怎么计算呢 我们先把v先抄两遍 712 再过来的话呢 第二个u向量是123 123 123 两头去掉 打三个xx 来我们来算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得结果 这个的话呢 是用我们的行列式的算法 3减掉4是负1 这边是2减掉21 2减掉21是负19 这边是2714 14减1 那就是13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已经把这个 法向量已经算出来了 那么方程式就简单了 方程式 我们只要一个法向量 一个定点 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么定点 我们可以选 这个点 也可以选这个点 也可以选这个点 我们就挑一个自己觉得数字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用000好了 所以我们这个平面的方程式就是 负1 负19 13 dot x减0 y减0 z减0 所以是x减0 我们不写了 y z dot等于0 好 我们dot等于0之后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出来了好了 负x x 这边是减掉19 y 加上13 z 等于0 这就是我们的平面方程式的求法